北看台刀锋球迷组织 这是相当有名的一个球迷团体 那么他们所营造的声浪是最大的 赛前双方球员相互握手之意 一会儿一场激烈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第一助理台办马基来自湖北出席 第二助理台办张哲同样来自上海出席 今天的VAR裁判是来自浙江的刑棋 主代办沈一豪一身长哨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 上半场比赛由宣传绿色比赛服的国安队来开球 对面成都中城穿的是一身红色的比赛服 这是他们的传统队服颜色 石中国34 船中门将抽击 塔拉上司再传 加炮 打门 这个球啊 球速比较慢 韩佳琪将球得到 这个不止五大联赛咱们现在在定位手上也应该好好练一练了 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破门得分的机会 进行的拿球跟一打门 哎哟 漂亮啊这叫什么非常有力 韩佳琪应该是碰到了皮球 这突石冷剑 突石冷剑 又是在左侧的船中 罗姆罗把球做好 确实是碰了一下呀 而且他也能够根据自身特点能够具备在多个位置上 哎能够去席 是这样 像带球的漂亮 有了有了 大球有了 开场24分钟 罗姆罗特门 成都中城领先了 这是他赛季的第六个连赛键球 因为有伤 比赛打得比较多 脚跟非常漂亮 周定阳的主攻啊 这是周定阳赛季的第三个主攻 在这个位置 让罗姆罗左脚打的话呢 这是十拿九准 从防守队员的两腿中间将球打过 生猛的前锋啊 德罗巴 德罗巴 这你怕 安内尔卡 对 安内尔卡 踏脱 对 投球攻门啊 这个是超远距离的一次 投球攻门完成的非常好 但毕竟距离太远了 东北路小学 反正确实是出了不少人 你一时之间有点记不清楚了 是吧 因为太小的话呢 他就不是在 我可能上初中了 他才是一年级 好的 这次是 博士风筝拿球 右脚再横传 打不 漂亮 第二个进球 富力配 40分钟 第二个进球出现了 富力配赛季的第15个进球 已经全面超越了上赛季 咱们先看下这个回放 就是感觉 宽动用得很好 幻然一息就是感觉 就不像是以前这种 船中啊 投球来 还有一些巧妙的二点这种回传 这个就是一个横传 他用右脚传 第二个进球 徐正元 赛季练没防和赵玉宁对了一些酒 接着就受伤了 那场比赛就没打了 没能打成 还是有没有机会 右脚打门 有一个变现 对 有一个变现 应该是随着来 有一个脚球机会 这是难得的出现了 国安队可以射门的好机会啊 那下部战还是有变化 有变化 这五分钟 你看还是进攻多了 提莫莱切特把球碰了一下 这也有点危险 对 最后还进了一个 结果无效了 没有4比4 左脚开出 投球公分漂亮 收到了效果呀 有变化了 对 就是下半场 国队还是进攻当中有变化 那么他的这个脚球机会的获得 就来自于进攻的效果提升了 没错 是张元赛季的第二个连赛进球 这样的话 领先优势只有一个球 那比赛的紧张度又回来了 这个球顶得太好了 哇 这么大空档 没有传出来 提莫莱切特的防守 哦 推过来了 机会三打二 左脚打门 球进了 对 69分钟 林良明破门 管队把比分搬成2比2 再看啊 包夹 但是做的不够间接 有缝 传出来 左脚打得是好啊 打得也非常自信 非常自信 如果换个人 有可能就传过来了 是了 哇 张元推的 张元又来了一次助攻啊 这球啊传得比较深 另外一侧 有郭尔芬克尔 瞄了一下 哇 左脚传中 怎么来 切特 右软射 漂亮 漂亮啊 韩佳琪的防守也相当精彩 这脚射门其实角度挺刁的 是啊 而且打得很突然 对 力量很大 再来看一下 左脚打 这脚质量非常好 左脚 王刚碰了一下皮球 好在球速不快 韩佳琪将球得到了 哦 漂亮 转身大门 这球好像包得不好啊 但机会确实是打出来了 这个时候 沈云豪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中车联赛第25轮 成都中城坐镇驻场 迎接北京关的挑战 山本场比赛 从中城 灰灰灰洒洒 2比0领先 山本场比赛呢 国安队在打法风格 以及队员的位置上 做了一些调整之后 进攻面展开的非常出色 也是短时间内 打进两球 将比赛翻成了2比2